決定參選行政長官的唐英年發表聲明指 因為體會到旺角花園街慘劇 死傷者及其家屬的悲痛和哀傷 決定延遲原定於星期四舉行的參選大會 詳情稍後會領作公佈 他表示現時的首要工作是向死傷者家屬提供協助 和安撫他們悲動的心情 又深信警方必定會找出失火的原因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